送走客人,杨鹏向宾馆西侧距离不远的吊杆楼走去。 吊杆楼是做三层小楼,一地调动到这个县任职的县领导都住在那里,忽然,身后不远处传来喊声,杨鹏,杨鹏。 杨鹏顿了一下,没回头,他认定这不是在叫自己多少年了,在这个县没人对他吃乎其名。 杨鹏出身农家,兴奋好学,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,毕业后被分配到乡镇工作,28岁就当上副乡长,之后试图顺畅,历任乡长,乡党委书记,五年前调到这个现任副县长。 当年他以全票当选副乡长后,曾在就职演说中表示,我是大家推荐上来的,虽然职务不同了,但还是你们当中的普通议员。 以后请不要称呼我官职,还叫我。 他的话音的台下一片掌声,起初真有不少人按他说的知乎其名,可渐渐地喊他杨乡长的人多了。 再后来,大家都叫他杨书记,杨县长,让他对杨鹏这个名字彻底陌生起来。 杨鹏叫妮娜,那人连喊鞭追上来,重重拍了一下杨鹏的肩,杨鹏有些愈怒,回头一看,竟是高中同学张伟。 杨鹏只知道张伟当年考上省城一所大学,毕业后留校,当了老师。 刚上大学时两人还偶有通信,参加工作后渐进疏远,终于断了联系,没想到会在这里碰见。 杨鹏淡淡地说,是你啊,好久不见了,刚才吓我一跳。 我喊你好几声,你从耳不闻,想石腰呢?我以为在喊别人。 呵呵,你改名了,现在叫杨石腰。 像杨鹏这种普通名字,叫的人多了。 张伟这才听出杨鹏语气不善,一时无话,刚好有人骑车经过,热情地和杨鹏打招呼。 杨县长好,杨鹏向那人扬了扬手。 张伟似笑非笑地看着杨鹏,是不是我称呼不对呀? 杨鹏意识到自己有些过祸,赶紧吵开话题,是来出差吧。 杀石道的,刚道,要不要我帮你安排宾馆? 不用了,张伟直指吊干楼,窝住那儿。 杨鹏正感奇怪,突然转过一个念头,新任县委书记这两天就要上任,听说也叫张伟,难道? 别见外,叫我名字就好。 杨鹏动了动嘴唇,叫不出来,脸上已堆满笑容。